南投县首新向下慈善会每年暑期都会办理下令物资发送活动 今年度透过县府县议员张家哲与台中核心会慈善团协助下 活动也再度展开 准备了许多物资来进行发送 盼提升弱势民众的生活品质减轻经济负担 南投县首新向下慈善会每年在下令都会发放这些物资有白米泡面 十几种的物资 今年很感谢我们核心会以及我们县议员张家哲 给我们推荐我们南投这边有四个礼 三星礼 佳合礼 三合礼 以及振兴礼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能够花放这些物资减轻弱势家庭的生活负担 至终也期许说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看我们手心向下温暖人仙把爱送出去 县议员张家哲当天雷刀场协助活动的办理 并肯定手心向下是三会的善行善举 其许借此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人投入公益 温暖地方环境 今天感谢我们南投县的手心向下慈善会 举办这个一年一度的下令救济的活动 然后集结了各个地方的资源 然后希望带给我们南投市 这些民众有个更好的生活 然后当然也准备了很多像卫生纸 米油然后酱油以及这个米粉等等 也希望这些民众在这个生活上的物资 可以更不愉快吧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让我们南投市所有民众的生活可以更好 此次南投县 首先向下慈善会的下令物资发送活动 汇集了各界爱心温暖的社会大众 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人响应 让温暖能传递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记者卢于凯南投采访报道